一个七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 做大肠镜检查起来 就看到这个肿瘤在这里 那一跟病人一听到这个肿瘤的时候 讲到这个肿瘤的时候 这个病人当然心情就马上是跌入深渊 黑暗的深渊那样的感觉 但是怎么样让他重新了解治疗的一个情形 就要跟他解释清楚 为什么他会血变 因为他这个肿瘤离这个股门附近还算蛮近的 所以有点出血就会有血变 然后比较大 这个粪便过不去的结果 就会变得比较小的一个状况 所以从正面来看 这是这个肠子 就是比较上面这个大肠的 直肠上面这个地方 这个粘膜是不规则的 不规则的 所以肿瘤是在比较靠近肛门这个地方 但是在上面这个地方 淋巴腺也有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会很担心 会不会要做人工肛门 现在的医疗进步很多 所以以前可能需要 现在不需要做人工肛门 那透过手术的方式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部分的一个问题 我们透过肿瘤的一个状况 看得到的部分 都可以给他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切除的情形 就是后续再给他 辅助性的一些治疗 效果还是很好的 所以要让他有那一份的一个 阳光中就会再出现的 那个希望非常重要 更进一步的就是说 透过现代医疗的一个帮忙 他的一个伤口也并不太大 只有这样的一个伤口 这是刚开完道以后 这个引流的一个状况 得到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但是对他家人讲起来 可能更重要 就要提醒 我们这些大肠癌的一个发生 它绝不是一朝一夕 三年五载 甚至于更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的饮食 怎么样素食 怎么让这个纤维多的一个食物 对我们身体有帮忙 预防它的发生 以及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潜血反应 甚至于需要的话 大肠镜检查 这都需要耳提面命 尊尊告诫的